我想用见谅短的讲解一次性把熟茶讲明白 让初学者可以了解一个普洱熟茶的大概 普洱熟茶呢是70年代才有的 它主要是受香港红汤茶的启发和影响 到现在发展也不过50年 普洱熟茶呢是由普洱生茶的茅茶窝堆发酵而成的 传统上呢我们要起10堆以上的大堆 经过20到60天不等的时间来发酵 做好以后呢还需要静氧和缠放 通常三年以后我们才会开仓 这样的茶呢就会少了一些堆味和灶火器 普洱熟茶呢它是分等级的 从根据条形大小 从一级到九级不等 比一级更小的叫宫廷 比九级更粗老的叫做普洱熟茶的黄片 还有一种附属产品呢叫做老茶头 那等级不是越高了越好 比如说鼠樸越细嫩 它的香气和饱和度会好 但是它不耐泡 像那些比较粗老的 它的汤水更甜 更容易转化出早香和药香 但是它的厚滑度呢又有所欠缺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偏配的意义了 从地域上看呢 大多数的茶友呢都会喜欢梦海味 很多林仓义武片区的茶都会拿到梦海去发酵 一个是因为梦海这边的发酵技术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边用的泉水和井水 像梦海茶厂和福海茶厂 他们厂里面都有一口深水井 是他们发酵普洱熟茶的独卖秘方 好的熟茶呢不管是荷香 蝉香还是早香都会给人很愉悦的感觉 汤水呢会比较的透亮 又甜又润 厚滑 喝上去有米汤的感觉 那不好的熟茶呢 有些是因为原料不好 茶汤会比较寡淡 有些是因为仓储不行 会有一个失仓味 还有呢就是工艺原因了 发酵程度太轻 茶汤会发酸 发酵的太过 引起烧堆现象 这个茶呢就会碳化 没有了活性 熟谱的保健功效也是非常好的 主要有护肠胃 消脂减糖抗氧化 以上讲的这些只是一个大概 以后我们结合食物 跟大家再一起来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